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进展到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BI工具应用 我们昨天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只有在一张资料表上面做资料分析 做数据分析 那请问一下 当你今天你要去扩展 例如说我要去结合到另外一张资料表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 还有尤其是数据的类型 类型里面可能会有不正常的情形 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在今天跟各位来去分享 在这个PowerBI工具 这个视觉化分析的工具里面 还有什么小PayPal或者是技术 那接下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的内容 之前 其实因为今天是第二天的课程内容 所以我还是先讲一下第一天的内容 以及如果说您明天有空 开始来去做复习或者是写那个报告内容 因为你们回去我知道 可能要去做一个 比如说内部同仁的一个报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我建议你们 所以我都希望说尽可能把资料 尽可能把资讯留给你们 那所以其实要讲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那我我昨天晚上大概工作到一点 就是为了要把 昨天昨天的影片把它剪好给各位 我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先跟你们讲 所有昨天所有昨天的影片 我放在这里 首先第一个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网址 网址这个地方你先到YouTube 我所有的影片我都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那麻烦就请你们搜寻我的姓名跟课程名称 因为这个内容是给你们去观看的 大概只有你们会比较想要去看 好 所以你就输入我的姓名 我们的课程内容叫数据分析 对不对 好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数据分析 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BI什么东西工具应用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您去看一下这边最近的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BI工具应用 01 资料正规划 应该有印象 就是我们的这个节 我们的这个节一刚开始我们教什么 就是先教数据资料正规划 还有枢纽分析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下去了 如果你要去看 那你要 双十一快到了 好 那你要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一个早上的课程 例如说三个小时的课程 好 全部剪在这里面 可是中间有些我交奖的 我会把它剪掉 对不对 我交 我带你们 就是说 我协助你们来去操作完成的 那一小段我会把它剪掉 还有甚至有同学他咳嗽的时候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 我会重复把那句话 我再重复讲一次 回去之后我就会把他咳嗽的那一小段把它剪掉 所以我不是说就直接转影片 可以体会到我的用心吗 谢谢 我只希望我只希望你们到时候到时候在下面 帮我按个赞就好了 所以你看整个影片 整个影片三个小时的影片了不起 大概就只有最多两个小时 其实我一直希望就是把那个时间再拉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多交 多交一点 好 还有如果说您在某一个图做不出来也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你回去你再看我的影片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我们不要执着于某一个小点 因为我后面有好多东西是需要讲的 这样理解 好 或者是或者是你等到下课的时候 或者是12点的时候 就是中午休息的时候都可以 这样了解吗 那我希望就是说这个东西给你带来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 比较正面的一些就是在方法上操作也好 或者是在你写报告的时候 它是有用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了 我先讲我们现在上课的内容 现在上课的内容 我放在什么地方 好 我先把所有视窗都关掉 因为我们是接续昨天的内容 好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那个做好的 昨天做好的成品先下载下来 那就是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在网址列 网址列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 斜线 go.gl 斜线 ytz 大写的r xt 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就麻烦请找这个2019年11月7号 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BI工具应用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产品观摩 请选第二个档案 第二个档案就是 因为我上午的产品跟下午产品 我又开始分 对了 刚刚那个影片有01就会有02 02就是昨天的下午 那03就是今天 现在 我现在正在录 现在我正在录 而且我用的是一个 我用的是Kanasia正在录 录我现在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第一个档案 这个是第一个档案就是 2020191107超市销售分析01 这是昨天早上的 那02就是今天 昨天下午的可以吗 请你下载这一个档案 这样我们是不是有一样的内容 好 那这一个档案 这一个档案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要打开我们的资料夹 这个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就直接把它给关掉了 所以 所有都关掉 所以打开这个档案总管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去下载里面 因为我刚从网络上下载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档案 20191107 超市销售分析02 请快点两下把这个档案打开 我们是从这个档案开始交讲 就算你没有也无所谓 因为现在开始我要讲 两张资料表之间关系 或者是用一个新的档案也是可以 但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会有一点差别 好 稍微请各位就是把这个前面的视窗关掉 登入 登入关掉 好 我们就先停留在现在这个地理分析的画面上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完成就是范例 应该说是昨天最后的一个成品档案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跟各位继续讲 我先还是介绍一个新功能好了 因为这个新功能是之前没有的 现在我想先把它介绍出来 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新功能 就是我先特别说一下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 说明关于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版本是2019年9月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是2019年9月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有一个那个醒鼻子 那个声音我也要把它拿掉 所以我就只要再重讲一次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是2019年9月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是2019年9月 这个版本它很重要 它很重要 好 因为它有很棒很多的新功能 其中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它有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你要知道一件事哦 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蓝可能会有很多 绝对来说我们去拿到的是大气 大气的资料 好 影响PM2.5的气体会是什么 大家都想知道嘛 这叫多因子分析 干脆它直接帮你算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 请问一下哦 我现在拿到的是商务资料 好 我现在要去做关键影响因子 所以我点一下加 然后这边 这边我就做关键影响因素 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什么叫关键影响因素 就是我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一个蓝 然后假设我要去做一个分析 然后它告诉你最关键的那个影响因素是什么 你觉得重不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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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要了 好 真的 这跟研究就很接近了 真的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新增了一张空白的视觉化报表 然后空白的地方给一下 接下来我就点这个 关键影响因素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你总要稍微看懂一下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这边是不是有分析 这边是不是有分析 我昨天有说 你到底你要知道说你到底要分析什么 你现在拿到商务资料 你觉得要分析什么 要分析什么 老板最关心什么是 利润 对不对 赚多少钱 所以我最想分析的是这个 利润 所以我就把利润 利润 找一下 利润 跑去哪里了 在这里 把利润搬到分析这边 把利润搬到分析这边 是什么意思 我要分析利润 对吧 那请问下面是说 说明依据 你觉得什么会跟利润有关系 对吧 你就把它都放进去 你觉得是什么会影响到利润 是什么特征 是什么篮位 跟利润有关系 你就把它都放在这边就好了 决定来说我要研究PM2.5 PM2.5各位大概了解 就是气体那个微粒的分子 体积大小 它到底是跟什么气体有关 有汉乃亚克散克 什么什么 以前国中费的 不重要 可是是不是有什么CEO 什么臭氧什么 对不对 你就把它全部都把它放进去 它就帮你算出来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把一个什么东西搬进来 说明依据你觉得我要搬什么东西进来 销售额 为什么您说销售额 因为它可能跟利润是很有关系的 对不对 对吧 好 所以我就先把销售额搬到说明依据 它就要去说明说 这个销售额跟利润之间的关系 那你总要多比较几个嘛 您觉得还有什么会跟利润有关系 折扣 折扣 为什么折扣 为什么要把折扣 搬到说明依据 对 可以了解吗 所以你至少要知道 可能会影响利润的 例如说还会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折扣 好折扣 请问买越多会不会越便宜 会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区差事不是说加一元多一件 对不对 好 然后 然后所以我是不是也把数量搬进来 其实你还可以再搬 你还可以再搬 请问一下您觉得城市 城市跟利润会不会有关系 会啊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我就不搬了 请问一下 他做这 他做这一个 做这样子一个图 做这样一个图 操作简不简单 很简单吧 接下来我在专门教你说说明这一张图 好不好 因为做法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做法真的是不是五个动作就做完 关键影响因素 可是做完之后呢 你看像自动分群重不重要 三个步骤 对吧 我相信你回去你再看两遍三遍你也会做了 问题是你要了解 为什么要做自动分群 他干脆也不请你分了 因为你分两群 分三群 分四群 分五群 分六群 分七群 分八群 分九群 分十群 之后你也知道说分六群最好 对吧 可是他就是节省你的这些训练时间 干脆就直接帮你做自动分群 那现在呢 干脆他就直接帮你做 帮你做什么 关键 关键的栏位是什么 他就直接做好给你看了 像这边 这边至少你大概一看 影响利润增加 影响利润增加 最主要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 折扣 而且折扣为零 有看到吗 为什么 这是尝试啊 我不打折 更多利润 那干脆我就不要打折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只是等一下我在解说这张报表是什么意思 可是做法 一 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点选 关键影响因素 三 你要知道你要研究分析的是什么 同意哦 因为各位学长你们回去之后你们要拿到的资料是什么 一定不是我这个资料 你要分析什么也不是我现在什么利润 对吧 好 那接下来说明的依据是放什么 你就要自己把它放进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关键影响因素 你不要放太多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要先解说 先让你先听懂 你回家 你才会引诱 回家 家是加班的家 回去加班 来做这些你的资料 这才是重点吗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哦 这个我的研究题目是不是利润 利润没有问题哦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影响利润 而且利润只有两种啊 你关心的就是会让利润增加的因素是什么 栏位是什么 对不对 还有一个会让利润减少的是什么 你觉得老板关心的大概就是这两件事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先看增加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折扣为零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当折扣为零的时候 那个平均利润会比其他所有的折扣都来的高 695个单位 请问这句话听得懂吗 就是假设我今天我今天哦 这个的获利是六 对不起 零 零的获利 这个零 当然折扣没有零负一 或者是负二 不会有这个负数 零以下就是从零开始了 因为折扣是零到一之间的数字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如果是点它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对不起 好 我们来观看一下 我们来观看一下 当折扣为零以下的时候 它会跟其他的来做比较 像例如说 其他折扣会有打零到零点一 就是打一折 然后两折 然后零点二到零点二五 或者是超过零点二五折以上的 对不对 好 那来做比较的话 发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利润的平均是 404.68 这个是57 利润的平均是571.97 然后这个利润的平均是 -15.88 这个利润的平均是 194.48 这个利润平均是 -392.88 有看到 有看到这几个数值吗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折扣为零以下 奇怪了 应该是这个最高 571 零到一之间 可是它这边写的 折扣为零以下 这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 为什么了 因为这边它算出来 跟这个图画出来 有点不一致 对吧 我这样看起来 这个利润的平均 这个只有404 这个的话 571 它的利润不是比它来得高吗 这奇怪了 这可能要再看一下 我其他资料表 是不是有把什么资料 放在不同的地方 所受到的影响 举例来说 也许我可能 其他地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好 我再继续来去看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句话也要懂 这个影响因素 大约包含了72%的资料 也就是说 折扣为零的资料 大概有72% 就是这些都是有打折的资料 然后这个是没有打折 这个所占的资料的比例 就是我假设有1万笔资料 其中有7200笔资料 是没有打折的 它只是最后在讲这件事情 例如说好了 我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放旅游券 旅游券 观光局 它就是什么 9月份开始可以申请什么 什么非假日 然后你去旅游 什么一个人补助什么500块 还是1000块 好 那可是真正有使用到的人 约占多少的比例 这样可以理解 这个是影响因素 大概大约包含72.26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好了 销售额超过 超过1521.94 点一下它 你这个好像就正确了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销售额 你可以把它划分 就是它从14点多到3万多 对不对 我们的销售额有印象吗 最小最小的销售额是14点多少 然后最大的销售额好像3万5千多的样子 然后它就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并 大数据分析真的都是把它类别化 好 然后接下来它就去算什么 算它所产生出来的平均利润 因为现在是比利润 在这个地方可以发现 如果超过 应该说是 单位销售额的单位是超过1521 就是花比较多钱的 花比较多钱的 它所创造出来的利润是比较高的 利润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应该知道到超市去买东西 然后销售额比较偏高一点的 应该算比较少数 你看一下他这边他就说 当销售额超过1521.94的时候 平均利润会比其他高了560 你看这个是多少 610 610.50 有看到利润的平均是不是610.50 请问他跟这个比还是跟这个比 你看这个是多少 135 135 如果说这个减去这一个应该就是这个值 跟其他来做比较 是不是跟第二名来去做比较 它的平均利润是多少 136 有看到利润的平均是不是136 那这个是不是1521 减去什么 减去135 可是也不是这个数值 对不起 610减去135 谁可以帮忙算一下 你看大概610减去136 应该这边看到490 他这边显示的是56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610减去这个数值 减去18 是不是都不是 其实我要告诉你 他是把这些的平均 听得懂吗 这些1234他们的平均利润 来做一个比较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比较的事情 通常我们来做比较的事情 好 就是说 例如说我们来去看 住在 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比较了解是工位资料 当我们今天来做资料分析 住在那个电线档 住在高压电线档 附近的人 例如说1000个的人 然后罹患癌症的有几个 跟什么 不是住在那个电线档旁的人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们是这样子来做比较的 不是跟某一个单项来做比较 是现在这一个 现在这一个是什么 全部 全部是 就是这一个 跟其他全部来做比较 可以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平均利润的平均是 这个跟这个跟这个 这四个的平均利润 可能算出来的情形是多少 56.88 有看到吗 有看到 虽然有点小 可是你要把这610-56.88 算出来是不是这个数值 帮帮算一下 亲爱的观众 你只要会算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这边是不是告诉我 大概平均利润是这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 影响利润 请问 超过1521的销售额 是不是 那个会增加 会增加我们的利润的多广 可以了解吗 我只能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关键影响因素 话很简单 但是你要懂 他已经帮我们直接算出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 自己来去看数量 数量 他这边说 超过5的 超过5的 最多 所以你就自己大概算 445减去多少 162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值 换完去做一下 去观察一下 然后你就好要懂 这边到底在算什么 所以 最有关系的是什么 折扣为零 再来 再来是什么 请问有同学要提问吗 没有 再来是什么 销售额 再来是数量 因为影响利润增加的 你看695 跟560 跟287 所以我认为说 那个影响利润增加的是谁 是 最多的是 折扣为零的时候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介绍 请问一下 我们曾经介绍过重新整理 对不对 重新整理真的非常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回来去看 瞧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好 这里 这里是2015年的 的什么 利润 可以 发现什么 类别 类别 技术类别 上升 上升 这个技术类别 上升 可以吗 然后呢 最大最大关键影响 应该是办公用品 下降 而且下降太多了 它本来是多少 35.38 然后下降到现在 变成28.18 这个下降7个百分点 你要想 这个7个百分点 意味着什么意思 这个利润 整个公司的利润 一年的利润有多少 0.62个百万 有看到吗 这下降7个百分点 所代表意思 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好 那不管怎么样 请问一下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这是订单资料 算出来的利润 订单资料 算出来的利润 它有没有扣掉退货 那这边我们就 必须要去想一下 订单 里面有没有包含 退货的资料 没有嘛 退货资料 一定会放下 另外一张资料表 同意吧 对啊 退货资料 不可能放在订单 你接到订单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客户会退货 那你还要去接这个订单吗 所以通常我们在写 那个订单资料的时候 不会把这个客户 要退货 记录下来 一定是分开记录的 那分开记录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要去算 真实 真实的利润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要 我们教你如何 很快的算完 好 那当然有用程式的算法 我可能就会到时候补充 请你去参考另外一个什么课程 然后 因为韩式 韩式是一定要会的 好 首先 我现在拿到的资料里面 没有退货 这是订单资料 没有退货 所以我必须要把退货的资料表 叫进来 那怎么叫呢 首先 常用 取得资料 你会叫订单资料 当然会取得退货资料 所以点选常用底下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一样选一下 因为我给各位资料是Excel 好 然后在我的资料 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可是我发现我的资料 好像全部都还原掉 就变没有了 好 没有 对了 我是把它搬到低词叠基 低词叠基 然后低词叠基得什么呢 行政券 201911 107 超市范例 然后把它打开来 稍微等一下 然后接下来 请问还要不要再把订单叫进来 不用 可是可不可以再叫一次订单 可以 只是没有必要 好 我现在要叫的是退货 退货 然后点选载入 对吧 为什么就直接点载入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大概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资料好像看起来都正常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这边就出现问题了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可是至少你要先 你要先学会 在不同时间取得其他的资料 然后放到这个Power BI里面 不同时间取得资料 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好 点选 载入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去看 他就载入了这个退货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就订单 跟退货了 你要稍微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我刚做取得资料 是不是他真的取得进来了 好 他的操作方法 一样 一 常用 二 取得资料 三 Excel 对不对 可以吗 现在后面我就 不请你 就请你自行操作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我要特别特别跟你讲一下 这个视觉化报表 是我做好给你的 可是我这里面 这里面的来源资料 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有看到吗 编辑查询 有一个资料来源设定 资料来源设定 他就会记录说 我的 例如说 订单资料 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我的什么 我的 退货资料 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有看到吗 那请问一下 你的档案 也是会看到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 你 你电脑里面 因为没有这个资料 所以他会 跑出错误 所以你又必须要选他 然后变更来源 变更成你自己的那个 你自己的超市范例 放在什么位置 好 我只是特别特别要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人产生问题了 所以当你今天你做好一个视觉化报表 你应该要同时把来源资料一并付给他 好了 不过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暂时不做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订单资料 也有退货资料 退货是刚刚我们叫进来的 退货资料 为什么这边放的是 Column 1 Column 2 你知道Column 1 Column 2是什么吗 不知道吗 为什么电脑会自动产生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要先来观看一下 您看一下 当我现在点资料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订单的资料 还有退货的资料 这两个资料到底有什么差异 为什么订单资料呢 它在这个地方 它会自动显示栏位名称 可是退货这边 它不会正确的显示栏位名称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这边是必须要听懂的 好 那首先 首先订单 当我点选到订单资料的时候 这个栏位名称都正确 这个栏位它叫行ID 这个栏位它叫订单ID 这个栏位叫订单日期 那是因为标题列有一个特色 从头到尾 每一个栏位名称都是文字类别 没有数字没有日期 同意吧 标题只有文字 类型 有听懂 好 那可是如果是记录内容 不管是第几笔记录内容 里面可能会有什么 可能会有文字 这些都是文字 可能会有数字 这些都是数字 记录内容 就有可能会有日期类别 就有可能会有文字类别 可能会有数字类别 对吧 记录内容 它的类型就是各式各样都有了 但是标题 标题 只有文字 可以吗 好了 电脑是这样判断的 所以他就觉得 你的标题列 这个标题列都是文字 所以他就轻松的划分出来 因为刚好这个档案 它的栏够多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资料表叫做退货 这个退货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第一列 我们的标题列 标题列这边放的是不是文字 标题列这边可能放是订单ID 订单ID是不是文字 这个地方叫做退回 对不对 是否退回 所以这也是文字 这没问题 可是我们的记录内容 刚好也都是文字 你有没有发现 请问这个是不是文字 这个是 是不是也是文字 所以这里面 我们从头到尾 我们的不管是标题列 都是文字 记录内容都是文字 好 请问在全部都是文字 的情况之下 他会认为 你忘记提 栏位名称 所以他就自动的赋予给这个Color1 Color2 这个名称 可以吗 电脑系统自动判断 有没有可能会判断错误 有 你就把它改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 好 而且这种错误我觉得 你会被希望说 那你会被希望说 我就是要他有自动判断 你看这边自动判断不是很好吗 可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给的资料讯息太少了 所以他就判断错误了 好 那判断错误我们就把它改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教你怎么改 可是你的报告内容 你要写的是我刚刚讲的观念 那个操作真的很简单 我们现在就教你怎么改了 改的方式是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你要跟着做 常用 这边是不是有编辑 编辑 那请问为什么叫编辑查询 你要知道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数据 我们的资料来源 是从资料库用select select去查询出来的 select 其实我们不是翻成选择 而是查询 你对于资料库你是不是下了select 然后from 接下来会有什么条件 对不对 select select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翻成 对于资料库来说 它叫做查询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要去编辑查询 可以吗 这个编辑查询要听懂 然后接下来编辑查询 这边第一个是不是编辑查询 所以我们就点编辑查询 请注意 请注意 他说找不到这个超市范例 找不到低迭download 好吧 那我就只好先不做这件事 我就只好先去做什么 先去做编辑查询 常用编辑查询的资料来源设定 你看这个资料是不是错的 这是上一次的资料 我下载已经空了 下载里面资料是空的 所以这个资料 这个来源资料我是不是要变更 所以先点它 然后变更来源 我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 所以我透过浏览来去找第一直跌机的这个2019-1107的超市范例 开启 有看到吗 路径是不是就改掉了 确定 改掉之后 关闭 然后接下来 你要先做改变 因为它刚刚就告诉你说你的来源资料下载里面是没有这个资料的 你每一个关卡你都要设定正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做常用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你看刚刚的错误是不是就没有了 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记住做一件事 拍照 问老师 可以吗 你不要用描述法 都不给我看那个贴图 因为那个 我已经比较习惯看那些错误 因为那些错误已经 大概你们会问的问题别人都问过了 可以 你只要给我看一下 那个贴图 我就可以很快告诉你 怎么解决 好 请你不要在那边拼命打很多次 说老师我遇到这个问题 错误讯息如下图所示 对不对 这样不是很简单吗 你要问的问题 我就可以很快的答复 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建议不要在这边找功能 不要在这边找功能 好 点选这个退货 不要用这一个 不要用上面这个功能区 我建议 所有的 你要做的事情 你就去找这个筛选 扭 就是在这个资料表附近找 资料表唯一能控制的 是不是就是左上角 这个筛选 扭 这个控制扭 这里面来去找 你看 我这边是不是 我的第一列的记录 是不是都是文字 第一笔记录内容 有看到 这应该是标题列 可是他在这边认为 他是第一笔记录 这是第二笔记录 因为他都是文字 所以在这边 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把 这一个第一笔记录 变成标题列 所以怎么做 在这里面找 这里面找会比较好找 点它 选哪一个功能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这样子的话 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自动会把原本的记录 提升变标题 然后更换他的类型 为什么 像这边 这是不是文字 这也是文字 因为有时候 他会刻意把文字 改回来变成是数字 等一下我们就会介绍到这件事 好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订单ID跟退回 就变成我们的标准的栏位名称了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这边关闭并套用 请问关闭 Power Query编辑器 这叫Power Query 所以我要先关闭 有看到它漏了授词 套用给谁 套用 套用给Power BI Desktop 可以吗 因为你在这边不用去做储存 正规的储存是在Power BI里面做 不需要在Power Query里面做 所有你的资料 假设未来是不是有2017年的资料 会再进来的时候 所有你的Power Query里面的事情 不用再重做了 这是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所有在 所有你曾经在Power Query里面做的事情 不用再额外再多做任何事情 它会自动的来去做 自动的来去做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 当我今天做完了 我就点关闭并套用 可以吗 然后稍微等它一下 然后它等一下整个套用完毕 这边就会恢复标准的名称 有看到订单AD跟退回 我刚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大概就要知道说 第一个我改资料来源 对不对 第一个我改了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资料来源 因为我的那个超市范例 本来我昨天是放在下载里 可是因为我把它为了上课方便 我都放在第一磁叠机 那个资料夹 所以这边需要做修改 第二个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去做编辑查询 然后把第一笔退货的第一笔记录 就这个 使用第一笔记录作为标题 可以吗 然后记得是关闭并套用 我大概就只做了两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就要换你们也动手来去做这两件事情 最后我就是要看到说这边退货 退货 退货看到是订单退回跟退 订单ID跟退回 就代表你做正确了 这边特别特别提醒你一件事 像刚刚那位先生 也是 就是我觉得我改了 事实上没改 就是你把对的 不能改错 好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是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资料 我现在的资料 常用编辑查询 然后资料来源设定 资料来源设定 现在只有一个 好 那如果你还是两个 就代表其中 你就把另外一个 试着把它改掉 那你怎么知道 你的内容档案在哪里 我打开资料夹 我的资料是不是放在 低磁叠基的 这个底下 2019的超市范例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路径 这样了解 你要是不知道 你就用滑鼠右键内容 去看一下 路径在这里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要找到正确 超市的范例 在什么路径下 比较重要 好 然后 然后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再去做 比如说 变更来 就是你找到错误的那一个 因为你现在是不是有两项 因为正常 我的超市范例 是不是只有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 总会有两个路径 那代表有一个路径是错的 有听懂观念 好 这个通常就会在那个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在那个 假设我今天我把那个做好档案给别人 但是因为我后来我才付一个原始档给他 这样了解 好 因为刚刚有三位同学遇到一模一样的情 所以特别跟我们讲一下 继续 等一下我再帮你 你那个路径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画面就用一下 请问一下 我订单ID 我订单里面 有很多蓝 退货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订单ID 这个订单ID应该要跟订单的订单ID结合 对吧 去做一个就是关联 所以关联怎么设 关联在这里 关联 这两张资料表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从退货这张资料表 来去应用到订单里面 然后去把不是真实的订单 例如说他已经退货了 退货的订单ID我是不是要扣掉 否则的话那个利润是错的 你希望是拿错的 报告出来还是正确的报告出来 当然是我要报告是正确的 怎么把正确的告诉别人 那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退货订单ID跟什么 订单的订单ID结合起来 怎么结合呢 其实这个可以 可以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请问一下 我这边有没有看到订单ID 在这里 这个是不是又有订单ID 这两个栏位名称 未必不需要一模一样 不需要一模一样 可以了解 例如说我这叫做订单编号 这个叫做订单ID 可以吗 可以 只要内容是一致的 内容是一致的 这比较重要 至于栏位名称不一致没有关系 好这个订单ID拖替到这个订单ID 订单的订单ID 栏位 拖替到退货的订单ID 放开 当然也可以 退货的订单ID 拖替到订单的订单ID 那我刚刚是不是做完了 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他画在这个地方 但是事实上 我是两边的订单ID 你不要以为自己做错了 你这样乍看之下说 我刚刚应该是拖替订单ID 是的 他只是刚好这条线有看到 他画在这个地方 可是当你今天邮标移过去 两边是不是都黄色 包含线也是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是做正确的 如果你真的 我真的遇过 他累了 他拖替到订单 有看到订单日期 好像还有一个叫订单 反正就是 就是他拖替太快了 所以这时候就滑鼠右键三鼠 然后再重新拖替就好了 可以吗 好我会遇到这种情形 好 做完这件事 做完这件事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 你们必须要 这边操作很简单 一一点选这个模型 第二把订单ID 拖替到订单ID 三 没有 没有三 就这样子 这样就建立好关联 可是你这边要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退货里面订单ID 这个一定是一 订单里面的这个订单ID会有多 这个是多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 订单里面的订单ID 为什么会有多 就是相同的订单ID会重复 为什么 对啊 他就是订单 同一个订单ID 可是他 等于说说 第一次 他可能只能交 其中的一部分 第二次 交其中的一部分 他就分两张订单来开 或三张订单来开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 一对多 当然有可能是多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 还有一对一 只有这三种 能不能多对多 不行 这就是另外一个 必须要再跟你们举的 办理了 不过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们大概知道 这边是一 这个退货 退货 如果说订单都还会重复 那代表这家公司就不太好 对吧 退货 退货 退一次 退两次 同意吗 这个多的话 那代表退 重复的订单ID 重复退 这就代表这家公司不好了 好了 那就请你们做关联 关联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 那个订单ID 推到订单ID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怎么样去把 怎么样去把这个正确 正确的订单算出 利润算出来 如何去把正确的利润算出来 这很重要吗 好 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算出来 现在是可以的 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首先 首先 我去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在这个地方 空白的地方 就是我刻意 这边是不是有资料 这边是我各类别的资料 然后这边稍微记一下 是0.38 0.47 0.62 0.68 你至少先记0.38就好了 可以 0.38 好 接下来这一块 我打算用交叉分析筛选器 来去标示 标示什么呢 标示 我的资料正确或不正确 就是 有退货或没有退货 好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就选 选什么呢 选这个 退货里面的退回 退货里面的退回 可以吗 请问 请问 这个时候我要勾空白还是四 空白还是四 空白还是四 对啊 我都问第三次 我要点空白 就是标准答案了 这个 是 退回 那就 那就 我们不能拿进去算啊 我们要去算的是什么 没有 是的 不是 是的 有听懂吗 你看嘛 当我现在勾选 勾选 这边有没有看到 0.38 这是全部的哦 全部的 好 我勾四 四是什么 各年退货的那些订单 影响的利润 可以吗 你看这样 很快就算完了 这四 空白是什么呢 空白就是 没有退货的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直接算完了 简单吧 可是你要想到这一招 我觉得是要有难度的 通常我们是自己算了 自己来去算 有听懂吗 当两张资料表关联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交叉分析筛选器 把正确 正确 这个空白 退货 空白 就是没有退货 没有退货的 全部都算出来 没有退货的进货 没有退货的订单 那就是正确的这些利润 可是是是什么 是就是不对的 可以吗 所以就麻烦请问 请问会不会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你就做出来之后 请问你勾选的是什么 退回 退回 对吧 里面是不是就只有 就只有 退回这个栏位 然后接下来你再点 空白 这就是正确的利润 各年正确